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應該對雪糕蛋糕這件事是有些童年的回憶的 就是一個海綿蛋糕在外面 然後中間包著一個萬里拉雪糕 還有少少的士多啤梨醬 但是現在已經絕種了 已經沒得賣了 沒得賣怎麼辦呢 就唯有自己做 材料有油 糖 雞蛋 杏仁粉 果醬和雪糕 大家好 早幾個星期做過水蜜桃瑞士卷 那次是用一個全蛋打法的方法 那次錄的時候還有另一個方法 這次就做了另一個方法給大家看看 這個叫做蛋黃和蛋白分開打法的方法 首先我們把雞蛋分開變成蛋黃和蛋白兩個碗 記住喔 蛋白裡面一定要是一些蛋黃都沒有 如果穿了蛋黃少少下去就會失敗的了 而且那個碗也是一定要絕對乾身 還有要是非常之沒有油漬 即是不可以有些油脂在裡面 好 那我們首先呢 那我們的糖分開兩個 一大一個小 那我用大一個份量 25克的份量 打到它起一點點泡 那我們就可以分三次這樣倒下去 接著這個步驟更簡單 蛋黃 倒一些糖下去 再倒一些油 油也是不要用橄欖油 盡量你可以用一些譬如菜油 又或者是米的油 即是令到它沒有那麼大的味道的油 那我們也是用這個 將它打起它 打到它一點點之後呢 我們可以加一些水 成這樣我們的 프로 我已經在一起 Med波都要 RAM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加了那個杏仁粉 那個蛋黃那個一邊 攪拌均勻,讓杏仁粉的粒粒全部都溶解在蛋黃漿裏面 現在就有兩盒,一盒是蛋黃,一盒是蛋白 首先把少許蛋白放進蛋黃裏面 然後攪拌均勻,令蛋黃的漿沒有那麼濃稠 把其餘的蛋白倒進去後,我們用攪拌的技巧 沿著底部一邊刮,到中間接進去 然後在中間插進去,繞一個圈 無非不想蛋白亂攪拌均勻,蛋白就會塌了 它就不夠鬆了 然後我們就把它倒進去,一個已經鋪了牛油脂的焗盤那裡 上次那個是用麵粉的,今次倒進去的是杏仁粉 杏仁粉這個又是會帶出另外一種風味的 好,倒進去之後,我們就把它掃平 然後放進去 我們把它燉幾下,把那些大大的氣泡燉出來 我們就可以入爐了,180度焗它大約15至20分鐘 刺牙籤進去,拔出來,牙籤是乾淨,沒有黏著粉漿就為之熟 好,這麼快就焗完了,焗完之後拿出來,攤冷它 即是冷到完全不辣手之餘 還要是最好暑一暑它 但暑它的時候,最好放一張牛油脂在上面,蓋住它 因為它會乾,乾了之後捲就會裂了 好,那下一個步驟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果醬,我喜歡士多啤梨的 就放一層薄薄的在上面 塗滿了士多啤梨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將其中一條邊,收一收靚它 為什麼呢,因為它捲進去的時候 就會令到它容易捲很多,和漂亮很多 就好了,然後呢,我們就可以捲了 今天呢,買了一個,今天的主題是懷舊的 買了三色雪糕 三色雪糕真的是一個童年回憶的東西 好啊,今天呢,我用了這個,高科技的,圓桶型的,雪糕提取器 如果你沒有這個的話呢,你可以把連接盒子 一起用八刀切,切開它,變成了一個長方形 然後用長方形的方法去捲,也是可以的 一塊一塊一塊的放在上面 好啊,我把雪糕壓下去之後呢 就可以把它捲了 越緊越好啊 好啊,我們感覺到它整件事已經捲了一個圈之後呢 封住口 就可以冷起來了 在冰箱那裡呢,再冷起來起碼兩個小時 然後現在呢,又硬起來了 然後呢,我就可以切開它,來上碟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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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就要切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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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就要切開它